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近期是深陷了政治現金申報不時的風波當中 而在這之中民眾黨有幾名黨員是紛紛退黨 包括了先前知名科粉護理師張喬瑜 近期是多次在臉書上發文炮轟 21號也宣布退出民眾黨更是火速的完成程序 今天上午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第17名 也是前公事董事徐瑞希 今天也在臉書上發文 表示發現立委黃珊珊曾代理財團仲介法務 助長財團剝削移工 嚴重衝擊了她為移工爭取權益的立場 而在近期民眾黨正在處理選舉帳戶的爭議 但經過思考之後 徐瑞希還是決定退出民眾黨 而黃珊珊辦公室發聲明 表示這說法並非事實 另外黨中央也回應 尊重每位黨員的選擇 民眾黨會持續努力 重拾支持者信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避充電力